我们到胡志明啦 大家在那边赤脚的脱了鞋 上机前来一点排泥根 对了 你不要慌好不好 第一万啊你看到吗 手脸 那就等啊 阿爸卡巴阿姨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佳琪 他是我的老公 然后呢 今天我们就在闲港 然后要飞去胡志明 那在越南呢 搭国内机的话 就是要准备什么呢 第一就是护照 第二个就是 booking number的那个 预订的 航空预订的资讯 所以就是他们一开始 就会检查我们的资讯 再让我们进去排队 check in 我们现在在那个 国内的 机场 险港的国内机场 然后你就是把它列印出来 然后让那个柜 拿给柜台 还有你的护照 然后他就帮你check in 然后寄行李 那等一下我们要坐那个 越南航空 去胡志明 要提早多少个小时 去胡志明 或者是险港的 国内机场呢 我建议是一个小时半 因为这个时间刚好 你可以吃点早餐 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处理 嗯哼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在那个 国内的那个安检 然后安检确实 蛮严格的 很彻底啊 鞋子都要脱 对对对对 不管你穿什么鞋 布鞋 凉鞋 脱鞋 皮鞋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是赤脚的 大家在那边赤脚的 脱了鞋子 然后我们现在等一下要去开箱 那个 越南航空 Vietnam Airlines 然后呢 这是我们要搭 从险港到胡志明 然后看看里面的 服务啊 还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 飞机啊 整个整体的状况怎么样 嗯哼 然后看大家是不是 是否建议大家搭 上机前来一点海泥根 nice 这个飞机场应该蛮稍有 这种喝酒的地方吧 嗯 还蛮特别 这除了喝酒 还有一些吃的 里面还有卖一些土铲啊 蒜头啊 一些饼啊 鱼啊 国内鸡都有 炸虾肝 炸螃蟹肝 对 炸螃蟹肝 国内鸡啊 它这里早餐就很多 嗯 我们不需要昨天早餐去买一些早餐来吃 这里完全太多吃的了 你其实可以提前 提前过来 然后你也在里面吃 你如果要提前过来 可以直接在这里吃 你看我们现在也是要等 嗯 所以它算 排队大概 我们也排不到半小时吧 对 然后就到了 因为它会才蛮大的 蛮多的 所以算蛮快吧 今天又到了飞机 就是这个 我们要准备进去啦 这个 Sky priority 是高级 应该跟 跟那个华航一样 就是有 特别的那种 嗯 可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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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蛮的这个 哇 上飞机了 你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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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像华航的那种等级啊 嗯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那个会员 我是写华航的那个 会员的那个号码 它是那个 Sky 应该是 10分的飞机 然后这个是台湾时间10点 05分 等你一坐越南 9点05分 它就飞了 已经开始动了 那搭国内的航班的时候 是可以带水进去的 过安检啊 上飞机啊 都是可以带水进去的 然后我们搭越南航空 其实它还额外的派水给我们 所以也不用担心没有水喝 越南航空算是一个服务还不错 有点像是 台湾的华航那种的航空 然后当有人生日的时候 他们还帮他们庆祝 那时候我们还看到那个 飞机师还会就是 报告说 祝这个 谁谁谁生日快乐 然后 还到后面就是 祝他生日快乐 应该 下了接驳车 应该是要去拿行李 对 行李最难 拿完行李后 我们就准备去搭Grab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 我们出来 胡志明机场之后 要怎么搭Grab呢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叫了计程车 在Grab里面叫了计程车 但是他跟我们说 你要到一个Lane D1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 要找蛮久的 然后 所以你要一直直走 机场出来之后 国内机场直出来之后 你会看到对面有一些 一个楼吧 然后你要一直走过去 然后那边有一个招牌写Lane D1 然后一直直直走直直走 走到一个停车场吧 就是有点暗的停车场 然后你才可以看到Lane D1 你不要慌好吧 D1啊你看到 你飞机场那边这样直直走走走走走走到很里面 你看到一个黑黑的地方停车场 这边叫做Lane D1 对这个才叫Lane D1 我们从机长出来 现在计程车大概要过了两关吧 对 第一关 第一关被收了25万元 对 第二关就是没有 它应该是跟第一关一样 可是它的那个关 就是确诊一下你没有乖乖交钱 所以 就是你要多给那个Grab的司机 嗯哼 那个钱 那它应该自己刷在卡里面 有一些会自己写 然后有一些是 就跟你收 但它会给你看 这样 是比较就是安 就是公道吧 就是你不会说要跟它拉 有那个关系要拉扯一下 就是什么 要讨价环局 对 省去那个 这个 只是这个有够难找 或者他们竞争好像蛮大的 因为前面它就有一些计程车的公司 是在非常后面的地方 是非常阴暗的那种地方吧 嗯 停车场 对啊 蚊子很多 我们都会剪 但其实整体来说 Grab 其实让我们觉得还蛮方便的 在城市的话 而且价钱也是固定的 不会让你多额外付钱 然后也感觉到比较安全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搭Grab 我们刚才没有拍到 我们的吴志明啦 我们机场那个完全就是 没有拍 没有什么 Hochiming之类的 没有 没看到 可能有啊 但是我没看到 他就可能那个是Domestic的 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国际的那种 对啊 可能不是他International Airport 对 但蛮快的啦 算是很挤很多人 对 很多那种外国人啊 来过新夜 对对对 吃喝玩了几天后 我们终于也要离开胡志明了 我们现在在 胡志明 我们现在在胡志明 然后呢 准备就是 飞去衔港 嗯哼 你觉得 我觉得来这里应该 蛮 蛮快的啦 很方便 你是搭Grab 然后你一定要打 那个 就是国内机的 因为国内机跟International是分开的 对 所以你就打你的航班啊 Vegner Airlines啊 Gate啊 什么的 其实还蛮简单的啦 嗯哼 然后现在超多人 因为今天刚好是 农历除夕 对 应该很多人要回家 我们是9点55的飞机吧 齐飞 对 然后我们现在8点半到 对吧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会有什么情况 带大家看看 胡志明的 就是 国内的 机场 那其实国内 国外的都好像都是 在最附近 但是他们有分 一六先生现在去点餐 我们的早餐 就在这里 机场里面吃了 我们点了 一七一 大概200块吧 一个一人套餐 其实也不便宜耶 所以他们这里 感觉早餐素食店 也没有比较便宜 对啊 所以我觉得整个胡志明 物价都没有比较便宜的感觉 对啊 国际化了 七月鬼国际物价 但蛮多东西 还是没有古际化 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英文的 都是越南文的 所以还有韩文呢 这边有啊 芝士和烤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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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大家的Grab呢 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他也就是要到那个 一出飞机场 然后到对面的那个 停车场 去等你的Grab 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点哦 那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拜拜